徐悲鸿和蒋碧薇相守了二十年 最终以分手收场令人叹息 不过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有人给出过这样的评价 徐悲鸿从来不曾后悔爱过蒋碧薇 蒋碧薇也不曾后悔认识徐悲鸿 那么关于徐悲鸿和蒋碧薇之间 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今天我们请到了 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大儿子 徐博洋先生 以及徐博洋先生的儿子 徐晓杨先生 有请 你好徐老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绝密网室 徐老先生今年高寿啊 八十八 八十八了 那您呢 我六十 这个我们看到资料啊 说徐悲鸿先生在他的话中 除了画蒋碧薇女士之外 给您画的也是很多的 这是为什么呀 他喜欢我 第一个是个儿子 因为他去盼望是个生母儿子 对于徐悲鸿先生和蒋碧薇女士的分开啊 很惋惜 二十多年两个人在一起 那么导致他们分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时我父亲跟蒋碧薇好 我母亲跟蒋碧薇好 这些导致都 哎呦 我听了 我也听了也麻木了 后来就 但是您听完之后 您会觉得对蒋碧薇女士 您心情上是不好的 感觉是不对的 当时是有这感觉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 我当时还年纪还很小 还在上中学上大学 那徐老先生 您对蒋碧薇女士 内心当中有愿吗 没事您直说 他一亲别恋呢 张乐帆 我后来说我眼睛一狠 我就包兵当远征军去了 我就好好的我家 我不待 我就说打过这么鬼 打死就算了 就这样 当包兵当远征军 远征军 一疯就好几年 您的父亲对您参军很高兴 为什么呢 他那么宠爱您 爱国 这就是很光荣 其实您是特想离开这个墙 是吧 对 不温暖 不温暖 没有爱